住在湾区的朋友可能都会关心地震的话题 就在此前北加州尤里卡刚刚发生了6.8级地震之后 南加州今天早晨也发生了一次4.4级的地震 而我们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的湾区 在未来又面临怎么样的危机 此前发生的一连串地震是否是意味着大地震来临前的征兆呢 我们有请新岛记者刘如谦 带我们去听一听UC Berkeley的地震学家的看法 加大伯克莱地震实验室主任Richard Allen表示 南加州和尤里卡所发生的地震 并不代表加州近期发生地震的可能性会大幅度增加 虽然无法预知大地震确切的发生时间和地点 但他认同美国地质调查局在1989年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后 所做出的地震预测研究报告 未来的大地震可能破坏高速公路 造成一些大楼倒塌 由于加州主要受水平地震波影响 直接导致海啸的可能性不大 他建议民众要做好防震准备 了解应对方法 包括如何联系亲友 准备应急物资和装备 Alien表示 除了个体做好应对地震的准备外 建立公共地震预警系统也十分重要 使得民众能够及时获得地震警报 湾区近百年来发生的凉气大地震 分别在1906年和1989年 89年地震还造成海湾大桥部分桥面和高架公路倒塌 当时专家预测2020年前湾区很可能再度发生超过7级的大地震 星岛记者刘如谦报道